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葡萄牙對上日本人的一個文明對決 來稍微介紹葡萄牙人的能力 葡萄牙人的話所有費用 黃金費用減20% 再來是科技研究速度提升30% 帝王時代的話可以建造汪崗大山站 這是他的最特別的一個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是只要你花20人口的話 然後去蓋他的汪崗大山站 就可以一直每秒跳支援 黃金一秒跳多少?好像一秒跳2還是3的樣子 反正是跳蠻快的 所以你只要蓋越多的話 支援就會跳得越快 那他的製造成本是250石頭跟250黃金 而且這個建築物是可以被著想的 所以王港大山站通常是被蓋在家裡自己很安全的地方 那就是由於這個建築物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葡萄大後期之後 一直都是支援無限的一個狀態 可以這樣說的話 如果時間是無限場的話 那葡萄大後的話 支援也就是無限大的 好 那來看一下 日本人這邊 日本人的話比較少在阿拉伯裡面出現 因為他的漁船比較有能力一點 他的漁船的話遠程烏甲會加2 對一些戰艦啊騷擾的話 稍微有點幫助 那他的漁船最重要的是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黑暗時代加5% 那封建時代10% 城堡時代15% 帝王時代加20% 所以你要蓋漁船出來補這個 小龜龜 才會有這個加成 所以基本上在阿拉伯的話 日本人的漁船的能力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看 那比較特別的是 他擁有全四季帝國裡面 封建時代開始 步兵攻擊速度提升33% 攻擊速度最快的步兵文 你們也知道日本人的城堡寶兵 是日本武士嘛 哇 那個攻擊速度 真的是做得超快的 所以跟日本武士單挑的話 其實任何寶兵跟他打 都會非常的痛苦 好 再來就是 特殊科技的話是 射箭孔 箭塔可以多射箭 這有點在呼應 日本戰國時代的很多 自稱為大名的一個地方 所以每個城堡都會一直射箭 就是一個小箭塔 就當個大名的概念 好 再來就是 彈射器 劇型投石機的組裝和攻擊速度會變快 所以你跟日本人在互投劇型投石機的時候 攻擊的話你可能會投輸 因為他攻擊速度是偏快的 而且組裝也很快 好 再來 基本上 阿拉伯 擁有的 優勢的話 我覺得應該只有這個了 魔法和拔木長的採礦 你給你費用節50% 嚴格來說 我覺得在阿拉伯打日本人的一個玩家 算是相當有勇氣的 基本上吃不到太多太大的加成 算是一個有愛才會在阿拉伯玩的一個文明 好來看一下雙方的位置 日本人的下面金礦 算是下面一點 怎麼說呢 如果這邊圍起來的話 基本上不會太慘 那這邊再稍微圍到TC這裡 用TC做個聯防 這個金礦就可以安全住了 那比較危險的是 這個果樹不知道會不會守不守得住 如果 葡萄要打黑暗棒棒的話 或者是小宮 有可能這個果樹會騷擾到有點難受 然後前期果樹也是一個重要的食物來源 果樹醜沒守住就會很 不好受 好 看一下兩邊都把豬吃了 然後第二頭豬也吃掉了 那葡萄的礦的話是更慘 它的礦是在最外面 在左外側的 那石頭在裡面 那圍的話會相不容易好圍一點 這邊圍起來 這裡圍起來 左半邊就稍微守住了 那這邊的話也只要圍到這裡 然後這裡圍過來 圍到TC 整塊地都是它的 但是這邊就要看葡萄這邊的視野 是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地形 是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時候 然後高中玩家不一定會把邊邊角角探乾淨 像這樣子有沒有 還沒有看到這邊 其實這邊是個懸崖 哇 那他這邊就不知道要這樣子圍了 他可能就會這樣子圍 好 反正這樣子會花更多資源 雖然也比較安全 別人村民不用跑太遠 比較不容易被抓掉 來看一下 那葡萄牙的話 通常高手之間對決 知道自己的金礦在外面的話 然後裡面又沒有安全的金 通常都會打很兇 盡量把戰場開在對方家 那家裡的金礦就會比較好 好挖一點 那我們加速一下 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兩邊都是標準的一個 餓死人口 開 但是這邊日本人果然是打了黑棒棒喔 這個封建時代開始 攻擊速度加33%的一個攻擊速度 來看多快 黑棒棒你到封建時代之後 馬上升 按了裝甲步兵 你看這個攻擊速度 真的是扣很快喔 趕快這個刺手來亂了 趕快讓一個不中 再讓一個棒棒去尻這個 哇這個血 掉超快 直接點4隻喔 呵呵 哇這一刀一下就砍了 18滴 好攻擊速度又這麼快 哇你看 這個 戳戳去跟裝甲布丁打 砍了兩刀 哇這邊刺頭送掉 看裝甲收掉了長槍兵 好日版這邊選擇一個前置射箭場 結果我剛剛才說葡萄牙這邊要打兇點這個金光才可以挖 結果馬上對方打敵他凱兇 呵 好這邊直接補一個兵工廠 看下來升弓兵跟戰毛 欸這邊葡萄牙居然是先按弓兵喔 也是可以 因為其實已經還沒有開始挖之前 通常都先按讚嘛 然後那個50黃金會拿來先升 一級遠攻 那這邊葡萄牙的判斷應該是覺得 對方已經 有點危險了 就是小弓也來了 然後前面的裝甲步兵也很多 趕快用 出一隻小弓先來消耗裝甲步兵的血量 那這邊就造成了他沒辦法去點一級遠攻喔 那葡萄牙現在只能先點下一級遠防 那就會在對射之中 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來擠這個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也可能不太需要怕 好這邊小弓稍微做個操作 然後盡量去點對方攻擊手就可以了 OK但是因為這邊射箭場 都是出小弓沒有戰毛的關係 所以葡萄這邊兩隻戰毛給對方日本的小弓壓力非常大 但是日本這邊還沒有點下一層遠攻 所以兩邊都是沒有一層遠攻的情況下 會變得說 日本這邊會有點小麻煩一點 沒辦法再做一個前壓 而且他的射箭場又在前面 如果再補個射箭場的話 可能又帶來集結骨有點困難 而且通常你在這邊射箭場 如果沒有壓回去的話 一出來小弓也是會被射死 來看一下這邊葡萄牙的戰毛 怎麼做個操作 這邊選擇先點右邊的裝甲步兵走過來 但是被打了兩下 趕快回去 不然被打到頭破血流了 但是這邊這些小弓 三隻小弓都還是沒有一級遠攻 但是還是在繼續出射箭場的小弓 這邊總共五隻了 有殺傷力了 但是遠攻還沒升好的話 那... 就會很難打喔 哇 你看這個直接點掉的裝甲步兵 哇 兩隻弓兵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看一下葡萄牙裡 目前都圍得差不多 確實都是這樣子圍了 原來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所以就沒辦法圍到這裡來 讓自己的腹肌再更大一點 那日本好像也是看到 葡萄牙的金賽很外面的關係喔 所以一直想要打凶 哇 這邊一個拳擊 裝甲步兵 但是這邊戰毛被換掉了一隻 對面的... 小弓也被換掉一隻 村民死了 第二隻 哇 這個村民差距會不會打出來嗎 但是目前沒有的樣子 葡萄牙的村民術 目前只過後一村 還行的感覺 兵好再拉出來 OK 小弓趕快再拉出來 看一下 情況 那目前 對方的裝甲死光之後 日本的優勢 目前算是沒有了 他的優勢目前跟... 葡萄牙一樣 所以葡萄牙這邊一攻一防都已經升好了 但日本的話 這邊是只有升下一攻一防 還沒有升 但這邊要不要再轉一隻戰毛出來喔 這邊戰毛只升一隻的話 這個小弓可能處理葡萄牙 射死我完美這個甩弓 直接甩掉日本的一個村民喔 這邊戰毛來防守一下 不然這個五隻小弓來射村民 這個血量會掉很快 看一下 兩隻射到 就很痛了 趕快 戰毛再繼續補 但是這邊戰毛也不能按太多 如果在封建室戰毛按太多的話 上城堡就會很困難了 看一下這邊戰毛 好 要把他按下四隻就停了 這邊 肉馬要過來探查一下 發現對方才剛開始圍起來 哎唷這個肉馬直接抓了進去喔 但感覺上日本的經濟目前是好一點的 也沒錯 日本的食物稍稍稍領先一點點 黃金存量不太夠 現在在補黃金 兩邊都準備上城堡時代了 那應該兩邊不會再打起來了 來加速一下喔 因為小弓都回家了 這邊再補下一個射箭長 前面這個射箭長就要 放棄了 這個基本上不太可能再繼續殘 再殘的話也可能 只是出來就被送光了 所以這邊葡萄戰毛死在這邊 他趕出來 直接攻兵被戰毛投死 這邊小弓來做探查一下 兩隻小弓看有沒有可以騷擾一下 跑到這個地方可以射一下 不錯不錯 這邊稍微騷擾一下 但是這邊小弓沒有來救 反而是選擇了前壓 因為這邊要來打一個城堡升級 奴兵的timing 唉唷 葡萄這邊率先 在裡面挖石頭 然後點下了城堡 哇 但是這邊小弓的數量非常多 11隻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現在這個城堡有點尷尬 但是還是想要守這個射箭長 看一下會不會有弓兵出來 就可以馬上投掉一隻 哇 這個城堡蓋不起來 對 葡萄要很傷喔 因為這樣基本上算是斷金的狀態了 那看會不會補下個市集 來調節一下經濟 不然斷金的情況下是沒辦法打贏 日本的一個小弓喔 看一下視野的部分 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只有看到新鮮的奴兵 好 日本家裡經濟還算不錯 但還沒有開下第二個TC 而且也是補下了一個BK 工程器製造所 好 點了一個投石車 喔 兩台喔 直接兩台 讓日本這邊比較難躲一下 這個投石車的一個 壓力 對手日本人已經投出了第一台 好 兩台投石車出來 然後村民直接過來硬蓋 喔唷 這個躲掉 但是這邊裡面存了 大概六隻的 奴兵 哇 好心機 左邊投石車在打工兵 下面這邊靠 哇 戰毛被投石車砸到 哇 剩下 四隻工兵還在殺村民 好痛 怎麼辦怎麼辦 哇 這個投石車完蛋 再投一下反丟 換掉一台嗎 沒換掉 哎呀可惜了這個城堡 蓋不起來 然後損失了三四村有了 正面的戰毛也送光 日本的奴兵居然還有十一隻 但是對手還有兩台投石車 唉唷 這個換 差一點換掉 這個城堡還有67拍喔 太難蓋了 哎呀 差一點 兩邊都差一點解決對方的投石車 差點繼續出投石車 不然這邊黃金被鎖住了 嗚唷 這個投石錯 唉唷 這換掉 哇 這個投石車 控得很好 喔 再來一個 哇 又投石兩隻奴兵 但是這個城堡有點威脅 顯示印象改低了 現在有點壓力 喔 這個有投的太棒了 又再投掉 再投石車 來 葡萄包車 來 互換一下 OK呢 還有台投石車 但日本還有一台又出來了 這個一投 沒投起來 哇 又死了兩村 三村 散投石車爆了四村 五村 哇 死了五村 六村了 七村 八村 哇 死了八村啊 這葡萄牙這邊經濟 可能要爆炸 來看看村民樹差距多少了 哇 前期又打得這麼慘烈了 已經整整落後十三村林了 但是葡萄牙這邊是有雙TC在運營的 應該... 村民樹還是可以稍微跟上一點 但只要這邊城堡一蓋起來 葡萄牙這邊就可以 開始安全的挖機能 就不用再去買賣 傷經濟 好 這邊看到奴兵走過 他趕快就收村 哇 這個沒有收掉 但是日本這邊也沒發現 好 這邊趕快收村 射一下這邊奴兵 反擊一下 好 會應該吃兩隻 沒錯 好 吃兩隻 然後還有兩隻奴兵走掉了 然後呢 接下來日本... 壓力就會稍微大了一點 我在前線蓋一個TC 想要來挖這個石頭 但我覺得有點太... 風險太大了 我覺得放這裡可能更好一點 還有木頭可以挖呢 對啊 這裡黃金也不錯 我覺得放這兩個地方 比前線這裡好一點 因為拖死車可以輕易的來騷擾 而且回去的話 里城堡的射程也很近 也可以同時保護拖死車 這個TC... 抉擇的位置可能不太好 這邊兩隻奴兵還是住騷擾 但是發現這裡有洞 所以我想要鑽洞進去 結果被預判了一下 稍微扭了一下屁 我還是走了進去 兩隻奴兵進去要開始騷擾 但是家裡並沒有必要去防守 反正就是想要靠這台拖死車 去做一個對應而已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哇 這個太近了 投死車馬上就看到了 欸 這裡怎麼那麼近啊 居然就有個TC在了 趕快來投一下 來開始拆這個TC 哇 直接壓寶 連投死車都不太需要 哇 這裡死了一村 看一下啊 這兩隻奴兵到底可以殺幾村啊 這個投死車是不是 沒在做事了 沒錯 有點控不太過來喔 前線要控還要蓋城堡 哇 這個日本想要把這個城堡射掉 但是剛才村民很多 馬上把這個血量就拉起來 好 這邊日本BK 開始被拆了 兩台投車直接砸掉一個 嗚 兩台風情報就這樣沒了 再砸一下 稍微走位 OK 再發一炮 收掉 完美 兩邊的細節操作都還算不錯 第二把他投死居然沒有投到風情報 我覺得這算是蠻關鍵的 因為一般的玩家要做這個操作 其實我覺得蠻困難的 細節都做得還不錯 好 那看一下葡萄牙這邊資源 有點慘 大概是洋白黃金 10秒再繼續挖了 因為沒有石頭的話 唉唷 這時候 葡萄牙已經發現他這裡可以圍起來了 發現這裡後面有很大一片安全的腹地 好 再看一下 風情報繼續出 給壓力 那日本這邊選擇是 僧侶應對 雙修 修大約 開始再出僧侶 那這邊已經有點像金杯了 金杯的效果是血量加15滴 所以現在僧侶的話血量是45滴 比較不容易被殺死喔 招想的成功率就高了一點 OK B TEC又再補了一個在右邊 左邊的金礦 小金附金的挖掘已經在運營了 好 那家裡 日本這邊也選擇下了一個修道院 反正是想要防一下一些騎士 來拆投石車或是想去撿魚機喔 都可以 長寶時代這種經濟已經開始安定下來的時候 出了修道院撿撿魚機 所以招想一下補個血 我覺得都算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我們比較低分的玩家 常常會忽略修道院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高分多的玩家都不會忘記修道院好用之處 哇這邊太兇了吧 直接點下三個修道院 好 風險報就繼續往左邊走 應該也是會看到左邊會有個TC 因為高手職員都知道 有金的地方就會有村民 OK 看到了 果然是有TC在這 投資車也早已已經拉了過來 想要做一個拆 TC的動作應該是能拆得掉的 這邊好像還沒有生射程 日本有射程嗎 看一下喔 日本的印刷技術是有的 但是還沒有研發 目前剩的是酒 招想來說有點困難 但是可不可以招想工程器呢 不能招工程器的話 這個高地招想還不錯 但好像來不及招到就死了 招了一個工程器 OK 有 工程器招想有研發好 兩個重要的投資車都招到了 哇 這個絕地大反攻 日本的招想戰術 完美化解了 葡萄牙的一個生 不是生 風情砲加投石車的一個combo 哇 整個日本 生旅解的真是不錯 連射程研發都不用 就直接用原本的酒射程 一個招想距離就招掉了 葡萄牙這邊所有的單位 然後剩下單位都被這個招想當中給打死了 葡萄牙要陷入一個極大的烈士 但是要升到帝王時代了 這邊是要爆馬了 看到日本這邊拿一個生旅戰術 葡萄牙會覺得 噢不行 這應該要出個肉馬來解一下這個生旅 再繼續出風情砲也只是繼續換給對手而已 好 這個應對 雙方應對都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有個想法在 這邊立下了一個城堡 應該是要來守這個金 葡萄牙應該也知道家裡外面很快金喔 這邊應該還會再下一個城堡 也是高地堡 然後來挖金也是不錯的 然後這邊也算是高地可以投這個城堡 這個就會取消了城堡 看到了葡萄這邊上了帝王時代喔 所以他決定把城堡放在別地方 可能這邊或是在家裡再更遠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好 來看一下 這邊葡萄牙蓋了兩個大商站 哇 這一個大商站人口就需要 餓死人口囉 他這蓋完馬上就會卡人口 看一下 137人口 非常快速 來看一下這隻人 大商站給的經濟加持 哇 一直跳 一直跳 哇 給的經濟還算不錯 而且終於是連絲頭也會跳喔 就代表說 時間大的約長的話 是可以把整個地圖都蓋上自己的城堡的 走都拿都有葡萄牙的城堡 沒有問題 好 來看一下 葡萄牙這邊展出了大量的肉馬 還有遠... 遠投 巨型投石機 那任門這邊決定使用一個箭塔反擊 想用箭塔來守一下 好 順便拖延一下 巨型投石車的一個時間 那日本的帝王時代快研發好了 剩下15% 肉馬的血量研發好 好速研發好了 攻擊防禦也升好了 但是三防三攻還沒有升 7加2跟0加2的一個能力 然後再來打幀率的話是綽綽有餘 哦 幀率的數量其實已經很大 哦 14 幀率啊 好 嗯 已經上了帝王時代 馬上等一下化學跟強奴 日本這邊 嗯 這邊 葡萄牙是選擇了3級跟3級防 3級馬卡也升級了 好 那這邊看池圓跳得非常快 哇 這邊直接下了3個 汪崗大山戰 哦 4個啊 哈哈 哇 4個汪崗... 那村民還不到100人 只有80村而已 他就沒有再去按村民了 反正是選擇 使用這個建築物來一直為自己提升資源 算是一個讓自己接近買人口 快速來買人口的一個打法 然後給對方一個重軍事壓力 這個葡萄牙想法滿特別的 我覺得算是滿特別的打法 所以一般來說葡萄牙這樣子打 打後期也滿少見的 好 來看一下 這邊在做偵查 看一下哪裡需要去做進攻 那這邊肉馬的跳舞 目前還有偵查到一個非常好 可以決定攻擊的目標比較好 好 這邊 少戰已經看到滿多資訊了 生女在找遺跡 好 這邊有個遺跡 這裡有一個 好 這邊一個生女走到這邊被射死了 然後這邊奴兵走了出來 想要看一下什麼東西啊 但是日本這邊奴兵 防衛都沒有升級 哦 這邊肉馬直接衝了進來 因為 補兵已經200人口了 而且 資源 還算滿充裕的 汪洋 港湯大商戰給的資源一直在跳 哇 跳速超級快 你看這個速度 哇 這個石頭也超快 一秒鐘大概跳 一 二 大概約 三 三四點 的資源吧 不確定 這個計算方式我沒有深入研究過 但這個跳的秒數還是很快 城堡可以吃 哇 這邊肉馬殺了很多村民 這個大屠殺日本人頭巨匠 來到了剩下85隻左右村民 然後這邊往外把自己圍起來 肉馬已經看到這裡來了 哇 這邊肉馬做了很多事情 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日本這邊經濟大崩 來到經濟大蕭條了 太殘了 這個遠頭 會不會再繼續往前推進呢 但是遠頭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喔 但是這邊 日本也展出了一些肉馬 雖然的力比不到的肉馬 稍微爛了一點 防禦只剩了一個馬海 攻擊完全沒剩 然後 日本的馬也本來就比較弱一點 好 來看一下這邊 遠頭還在繼續拆 看日本這邊經濟真的是很慘 因為葡萄這邊 港灣大三丈的關係 馬上讓自己買人頭 然後資源來到了頂峰重害 這邊開始轉出了重裝騎士 哇 這邊黃金單位所有-20% 超級划算的 出騎士也不覺得虧啊 反正自己大 反正自己有永遠用不完的黃金 跟石頭 雖然就需要時間讓他慢慢跳 沒有黃金的時候就出肉馬 有黃金的時候就出騎士 那一直不停給對手壓力的話 那實在會很難守 日本不趕快再轉出一些 長槍兵或擊兵的話 這個一直被肉馬衝 可能會守不住喔 而且畢竟日本的步兵攻擊速度加33% 那個擊兵砍的速度也是砍很快 所以這邊出擊兵覺得是不虧的 比起出肉馬 我覺得出擊兵會更好一點 看日本這邊好像是因為經濟很慘的關係 黃金實物可能不太夠 沒有打算轉出長槍兵嗎 反正是打一個正面 奴兵騎士互換這樣不好吧 哇這個奴兵沒空 直接送掉了大概10隻的奴兵 在這邊僧侶來招翔招了大概5 哇這招了很多欸這個奴兵 喔不是這個騎士 看一下這個騎士總共招了14隻的騎士 原來剛剛在控奴兵的時候 就好去控僧侶了 當然想 但是好處就是 這邊有大量的騎士為自己附陣 那這邊奴兵應該是守得下來 這一波的攻勢 這是王港大三戰 什麼 港灣大三戰 哇瘋狂念錯 給的資源是永無止盡啊 哇真的是用錢砸死對手 只用了不到起死的村民 然後就可以把對手淹死的文明 你敢信 我這裡遠頭數量超多欸 五台 五台 五台就要1000黃金了 喔但是這邊葡萄斷金了 一個挖金的人都沒有 但光靠 港灣大三戰給的黃金量 就可以支撐 升科技跟粗一點 騎士了 上面就有人在蓋城堡 哇這個是一個封鎖包圍線的一個想法 好 那日本如果這派盡手不下來的話 不要打出GG了 啊 不然打出GG了嗎 哇這邊騎士居然還裝得下在圖這邊的村民 哇 不過他以一個不到70村的人數 直接碾壓了對手 這個 這個 港灣大三戰 有興趣的玩家們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一個 拼一個樹帝王 神帝王馬上跟他下去 港灣大三戰 然後跟對手有一個互換 但我覺得這個下的時機要蠻正確的 像一上城堡 趕快先出一些封鎖炮做個對應 然後抽一點時間 然後自己趕快努力上帝王死蛋 然後馬上就趕快去按下四個 甚至五個 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村民陣太少的話 按下五個我覺得也可以 看一下數據統計 我要看一下軍事 軍事的話 葡萄這邊也是完美領先 當然是支援的 目前給的量是 唉唷 只有木材書 但其他支援都是通銀 而且 石頭已經領了多 兩千石頭 就代表多了 派到三個城堡的一個石頭量 實在是完全升級 也是都贏的 哇這個贏一秒而已 兩邊升級時間都相當近 電王實在是三七分 聖物這邊 減移機減得很兇 減了四個移機 產了一千多黃金 哇 葡萄這個減移機又蓋大商戰 真的是 讓資源遠遠不絕 碾壓對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